陈虚源终于为国足认错了 八个字回应用错了离帖 那么新教练李肖鹏 他的五十人心脏术充满了希望 国足在世界杯的比赛还有出现的机会 为何会这么说 谈到这里呢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尝一下点赞 感谢大家 我们共同跟大家分析到 目前的陈虚源 那么他作为足球协会的主要负责人 他在近段时间 就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他就做出了总结点评的 深刻的访识 陈虚源他在点评的过程当中 明显的回应了八个字 可以说让广大的球迷 正式认清了国足的现状 也让陈虚源他承认到了自身的错误了 其中陈虚源就明确的谈到了 深刻访识国足的现状 可以说呢 也让现在的陈虚源 在世界杯预选上呢 咱们六场比赛 仅仅赢了一场 排名倒数第二 这么尴尬的成绩 而且呢 还是在引进了 花费了八点七个亿 左右的资金啊 引进了市民规划的外援 拥有这么强大的阵容 拥有这么强大的规划外援的阵容 结果还输掉了 六场世界杯的预选赛 正常来说你总要赢三场才行吧 一半都赢不到 反而呢 最后六场比赛仅仅赢了一场 另外呢 也就是击败了越南队嘛 而其他的战队呢 该赢的球队没有赢 所以说呢 直到如今啊 国足队伍呢 尴尬 很尴尬 困境很大 那么其中呢 程序员呢 他也有提到了 过去的比赛当中呢 李铁当任主帅 李铁当任主帅的过程当中 那么他在用人安排方面呢 外援的布置方面呢 很明显是不合理的 李铁他在过去是怎么用人安排的 上半场呢 基本上不派上规划的外援 咱们有这么好的规划外援 都已经规划过来了 花了将近十个亿啊 这么大的资金 但是上半场 没有派上陆国父阿郎埃克森 把他们全部首发登场 仅仅呢 是锁定了蒋光泰 作为核心的中后卫吧 所以说呢 咱们原本有这么好的资源 这么好的阵容安排 偏偏上半场就不派上他们 就是要坚持 围绕咱们本土球员来展开 进行比赛的阵容 偏偏呢 等到下半场 才派上这几名核心的规划外援 那么结果呢 肯定是适得其访 肯定是不合理的嘛 毕竟呢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 我们在上半场当中 有规划的外援不用 然后呢 上半场要么丢一个球 要么丢两个球 等到下半场呢 再去补救 下半场才派上 洛国富阿郎 埃克森同时上场 让他们去 把球给争回来 追成平手的比分 那已经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很大的困境了 所以说呢 按照正常的情况来看 既然阿郎 埃克森 洛国富等人 既然大家都是健康 完好 无损的状态 为何上半场 不直接派他们上场呢 上半场直接派上规划的外援 搭档上了吴磊 张玉宁等人 说不定咱们上半场 一旦取得了比分 领先的优势 咱们下半场心态 不就更平衡了吗 不就可以打得更加的顺心 更加的顺手了吗 这就可以帮助咱们国主 下半场争取更大的比分扩大 而不是说上半场丢球了 等到下半场再去补救了 不合理 李铁他的用人安排 很明显是不合理的 程序员也指出了这个问题 承认了相应的错误了 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嘛 李肖鹏当任了新一届的国主主教练之后 他就很不同 做出了心脏术调整 当当是现在集训的名单啊 就召唤回了将近50名球员 郑治 邵嘉一 李雷雷等人啊 都纷纷回归了 所以说呢 李肖鹏他的用人安排更加的心态开阔 格局更大 老将也好 年轻的选手也好 大家全部都召集在一起 然后呢 大家呢 一起来进行磨合的训练 进行对抗训练 优中选优 老将也好 年轻的选手也好 可以灵活的搭档使用起来 而不应该呢 固执 仅仅呢 用定那几个人 很明显呢 以往那种打法不合理的 现在的李肖鹏呢 把心态给打开了 格局放大了 把老将年轻选手全部召集到一起 那么进行布置安排 优中选优啊 尽量呢 年轻的有潜力的 可以派他们 大方的派上场 让他们去发挥 老将呢 还有实力 还有一定的 关键基础的 依旧可以留在队伍当中 只要能够打出很好的成绩 那就值得一用 值得安排布置的 所以说呢 大家认为啊 现在呢 竹鞋的主要复制人 程序员 承认了现在的问题 承认了现在国主的现状 访施了 接下来李肖鹏呢 很可能还可以带队 帮助咱们国主 世界杯预选赛 接下来这四场比赛 能够翻盘了 我个人呢 还是看到了一定的希望 大家是否支持国主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有话呢 就给咱们的视频 参加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 咱们下期呢 继续耿静分析 下期 请不吝点赞关注